每年都会巡回全台各地举办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 而且是在佛光山的台北道场登场了 语谈法师们透过了《华言经》里头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精神 带领着爱书人们深入来认识佛教管理学 您只要像善才那样有永远好奇心学习的态度 你是不是就是永远的善才 慷慨而谈善才童子故事 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 用前显异动方式带领佛光人深入佛教管理学 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巡回列车开进佛光山台北道场 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副总会长赵翠惠和佛卿们交叉提问 向雨谈法师精进求法 而这场盛会可以说是相当难得 今年遇到了疫情 所以我们上半年整个阅读研讨会全部可以说都是取消了 非常的开心 下半年大概超过20场 甚至我们在6月份所举办的研讨会是在线上 当天就有7万人同步在线上来聆听 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见识 当天台北道场大家长满签法师也带来新书世界之心 看欧洲和大家见面 我在欧洲崩发的时候呢 对于欧洲当地的环保人文历史 甚至呢有关当地的一些的信仰的一个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也希望为大家打开一扇的窗 能够透过这个窗呢 来以此来接近 回来看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需要走出去 需要跟世界更加的这个接轨 不论是宗教信仰 语言文化 种族都需要扩大新种 然后去跟世界接轨 这场活动不只让大家重新翻开新云大师著作 领略各种智慧 还结合了新书发表让爱书人在后期前时期收获满满 另外是台北综合报导